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拉里拉他的好丑丫内心也住了个小公主 大虎问他想要给书架器什么颜色 好丑丫想都没想就说pink 果然没有人能逃过粉色的魅力啊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ow? I'm going to paint it What color are you going to paint it? I'm going to paint it pink Pink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ow? 你现在打算干什么? 这句话呢是一个典型的 Be going to 加动词原型构成的一般将来时的例子 用来问对方打算或准备在将来干什么 一般将来时 共鸣思义用来表示将要发生的动作 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讲讲用 Be going to 构成的一般将来时 Be going to do something 可以表示主观打算要做某事 也可以表示客观上即将发生某事 这话听起来好官房 我们来细细品味品味 一 表示主观打算要做某事 什么叫主观打算要做某事呢? 这个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我打算去游泳 我打算建一所房子 这些就是你主观打算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用 Be going to do something的结构来表达 I'm going to swim 我打算去游泳 I'm going to build a house 我打算建一所房子 She is going to make a boot case 她打算做一个书架 二 表示客观上即将发生某事 这句话有点玄妙 其实客观上即将发生某事的意思呢 就是说话者根据某种迹象 推断某事将要发生 看这个天 可能很快就要下雨了 It's going to rain soon 很快就会下雨 天啦路 这个狼孩看起来快要摔倒了 The boy is going to fall down 男孩要摔倒了 这些呢 都是说话的人的推断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Be going to的句型变化 它的否定形式呢 就是在Be的后面加not 我们再看回刚刚的例子 I'm going to swim 我打算去游泳 否定形式就是在Be的后面加上not 也就是在这句话的M后面加上not啦 I am not going to swim 我不打算去游泳 再换个例子 She is going to make a bookcase 她打算做一个书架 在is的后面加上not She is not going to make a bookcase 她不打算做一个书架 Be going to的疑问是 是把Be移到句子的开头 也就是Be加主语加going to 加do 我们还是以她为例 She is going to make a bookcase 她打算做一个书架 疑问是 是把Be移到句子的开头 Is she going to make a bookcase 她打算做一个书架吗 这种疑问句的回答就很简单啦 如果是肯定回答就说 Yes, she is 否定的话就回答 No, she isn't 好了,我们啰啰嗦嗦 说了这么多 Be going to do 构成的一般将来时 大家掌握了吗 自从被好太太 约谈过房间的整洁问题之后 好丑丫就开始自我法思 物件把房间收拾得紧紧有条 还重新装饰了自己的房间 上周 她自己做了一个书架 把以前随便堆在地上的漫画书 放在了新书架上 这周她买了一些花 插在花瓶里 想装一把文艺小青年 不过她想把花瓶放在窗台上 好太太可不允许这样的危险的文艺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vase, mom?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抽鸭 Don't do that! Give it to m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vase? 你打算如何处理那个花瓶? 相信大家还没有忘记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be going to do构成的一般将来诗 而这句话呢 是一个一般将来诗的特殊疑问句 由what加be going to加do构成 句子中的do with something 是对某事某物进行处理的意思 比如说 Do with my umbrella 处理我的雨伞 再加上上面讲的这个固定结构 整个句子就变成了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my umbrella? 你打算如何处理我的雨伞? 我们再来仿写一个句子 你打算如何处理你的那双旧鞋子? 首先写出你打算做什么的固定结构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 处理你的旧鞋子怎么说 Do with your old shoes 把它写进句子里 全句为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your old shoe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n front of the window Be careful Don't drop it Don't put it there Put it here on the shelf There we are It's a lovely mask Those flowers are lovely too 好主要用了in front of the window 这个短语来表示在窗子前 in front of 常用来与他的孪生姐妹 in the front of 做比较 两者都表示在什么什么的前面 区别就在于 in front of 表示在某处外部的前面 There is a tree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教室前面有棵树 而树呢 一般在教室的外面 所以 in front of 强调的就是在某处外部的前方 in the front of 表示在某处的内部的前面 There is a desk in the front of the classroom 教室前面有张桌子 桌子一般是在教室里面的 这是内部方位 如果说 There is a desk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那这桌子就说的是在教室外面了 我来考一考大家 在公共汽车的前面 in front of the bus 在公共汽车 车厢的前部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好丑鸭和好太太的对话中 出现了不少骑士句的否定结构 don't do that don't drop it 骑士句的否定结构 是如何构成的呢 其实很简单 骑士句构成否定结构时 一律要在肯定结构之前 加don't 我们举几个例子 don't be late 别迟到 don't move 不许动 don't come here 别来这里 大家学会了以后 要记得在生活中好好运用哦